完美花开两只 一夜惊喜上映后获得了不错的票房成绩和口碑 最近由张子怡和王力宏主演的《非常幸运》 也即将和观众见面了 这部戏呢最近就在北京做了首映活动 和之前张子怡单枪匹马跑宣传情况不同的是 这一回男一号王力宏可算是现身了 一众主演也是来了不少 看来张子怡是做足了准备 要在气势上扳回一城 有王力宏 蔡少芬 张晋夫妇 郑凯等主创出席 更有徐克导演站台 还有成龙送上视频祝福 很明显非常幸运这一次的首映活动比往常热闹很多 看得出来 此次张子怡为了挽回之前几次单枪匹马宣传的尴尬 可是下了不少功夫 而几次缺席宣传的男一号王力宏一现身 也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 虽然王力宏一出场就忙着解释这几次缺席 非常幸运宣传的原因 做足了准备功课 不过赴美拍摄芯片走不开这个理由 可多少有些牵强 毕竟在此期间 我们还在音频上看到了他的身影 别再哭了 你的睫毛都已经掉满地了 睫毛掉满地 刚才力宏也是说在国外拍戏 所以没有时间参加非常幸运的宣传嘛 那就也是这段时间 然后张会们一叫你就过去了 是不是张老板有点请不动你啊 是吗 你看谁在我身边啊 走到最后就是圣经 力宏去好声音 其实他也是带着任务去的 他确实也被非常幸运做了很好的宣传 其实力宏当时就是拍摄的时候嘛 你不是推迟演唱会过来做宣传吗 是不是觉得有点厚此薄彼啊 现在非常幸运总是缺席 你看两人打了个配合战 才总算把话题圆了过去 当天张子怡更是频频与自己这位男主角互动鸿托气氛 即便如此 要想达到甚至超过范冰冰主演的一夜惊喜 两亿多的票房成绩 张子怡和王力宏接下来恐怕还得再加把劲了